誰說我傻 請他吃蕭莫 誰說我傻 請他吃蕭莫 大冬瓜 跨啦啦啦 拉著冬瓜仔 發現好多雞仔 冬瓜女 美得人人都想吹 還有隻變色龍 她最喜歡捉蟲 呱呱嘴 流到整面都口水 怕醜草 織到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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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人倆 不用買樓了 陳世女 需要愛 人間故事總有愛 陳世女 多競賽 民間結局需要記載 陳世女 需要愛 人間故事總有愛 陳世女 多競賽 民間結局多張愛 其實以我帶冬瓜來看 做神仙真是好像沒什麼辦法 又要索又要搏 對不起 是人要搏, 要要傻, 還要吃燒鵝 被人說我傻, 你傻的? 真是誰再說我傻 我就真的去請他吃燒鵝 什麼?你說大虎他掉到山崖 撞到老筍, 以前的東西什麼都忘記了? 大哥連我, 連阿匡仔都忘記了 真可憐, 你怎麼都這麼說? 真可憐, 看看有沒有事? 當然沒事了 有心… 大嫂, 你放心 大嫂, 你放心, 阿碧玉的姐夫看過 他說大哥除了忘記以前的東西之外 他的身體沒有大礙 你們真是的 這麼大件事, 通知我一聲 我知道大虎有事 我立刻第一時間趕回來 通知你, 要知道你是哪裡才行 大嫂 我還沒回到梁家 我以為是跟你交道得很清楚 你是這樣跟我說嗎? 又不是這樣說, 怎麼說 我跟你說, 說我娘病入高方 我知道之後我就六神無主 我怕見不到娘最後一面 我就趕快收拾東西, 走 那現在你娘怎麼樣? 別提了, 他…他去了 大嫂, 你要節哀順便 二叔, 你有心了 我在鄉下辦完娘的生後事之後 我就第一時間趕回來 大嫂, 你真的很緊張這家 當然了, 這裡是我家 我不緊張, 哪有緊張呢? 二嫂, 你這麼說 好像責怪我似的 有包袱說要離開 但是內女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只有他才知道 老公 我娘已經不在 我只剩下你和康真是我最親 你一定要相信我 是… 你信不信我? 你不信我嗎?好, 我發誓 要我凌鋒有說謊 我就全家不得好事 毒誓 毒誓不能亂發 萬一被玉帝知道, 那就大事了 你化我這種毒誓 就是要我和大貴去陪葬 我告訴你 我們田家不是沒染雞籠 不容得雞, 自出自入 你說什麼?你真可憐 老公, 你真的要相信我 老公… 別這樣, 男女受受不親 你還有很多事, 進去吧 你是我老公, 我是你老公 別偷看 好事, 高招 什麼高招? 不用裝模作樣 這裡只有我們兩個人 聰明, 假裝失憶也哄弟弟 我不是裝模作樣 以前的事我真的忘了 你真的忘了? 我你也忘了? 我呀, 我是你的娘子 我真的忘了, 要不這樣 你不要當我是以前的田大庫 你當我和你剛剛身相識 你和田大庫以前的事就抹去算了 不行 我們這麼艱難才可以在一起 怎麼可以說抹就抹? 有多艱難? 我記得當年你娘和我爹 都極力反對我們這頭婚事 但是你還說就算死也要和我在一起 然後還跑去年輕的陰元石 過了三天三夜 然後就對著月老發毒誓 說一定要和他海夫石爛, 致死不軟 老公, 我們這麼艱難才可以在一起 你怎麼可以說不記得就不記得 田大庫和你… 不是, 是我和你… 背得這麼均烈? 當然了, 你現在還說不記得 你是不是想謝田已經休了我? 糟了, 她夫妻這麼恩愛 如果讓她知道她老公田大庫死了 也不知道她會怎麼樣 娘, 你現在又不在? 我老公說不認得我 你叫我做壞人是什麼意思? 娘, 我來找你好不好?娘 娘… 你千萬別做傻事 無緣無故我怎麼會說休了你呢? 那倒是嗎?她真的撞壞了腦子 是呀, 老公, 你這麼說 我就安心了 你剛才看見那個貴的老婆說什麼? 她正在想趴火扯 那婆娘的行為真是壞 她一向都是這樣 你真是不記得了 她一向當我們的豬狗 都不如呼呼喝渴, 無大無小 是呀, 剛才洪姐的衣服說我什麼? 她說我沒有冤架籠裡面的… 太難聽了, 說不出口 正義是狗口掌不出帳 我也不明白阿桂為什麼會喜歡這種人 爹, 我今天學寫大字 老師還搶我 是呀, 這麼聰明 被二娘看過, 很端正 我很肚痛, 我要去茅廁 為什麼匡仔一看到你顯得很驚慌? 當然了, 她這麼多人沒見我 她開心得出去哭 她大過兒子了 不想被人看見她哭的樣子 你知道, 我一向都很愛吃匡仔 匡仔… 匡仔… 匡仔, 你的字很漂亮 匡仔, 聽說娘回來了 是呀… 是呀 她不是我娘 我的親生娘很疼我 以女兒也不疼我 你不喜歡你兒娘嗎?匡仔 匡仔 二叔二叔跟我說過 我親生娘很疼我 但是我已經忘了她的樣子 匡仔, 那時候你這麼小 怎麼記得這麼多東西 匡仔, 你是沒有你親生娘的畫像 本來也有一幅的, 匡女丟掉了 我很想念娘 匡仔, 你不要這樣, 不要哭了 是呀 匡仔, 乖乖地睡覺吧 將來帶兒子記得要生生生生生 做個有勇的人, 知道嗎? 娘 匡仔, 你夢見你娘嗎? 是呀, 我見到娘 我終於記起娘的樣子 那就好了 但是我怕不是每次都這麼幸運 都可以夢到娘 不怕, 冬瓜姐姐畫畫很厲害 你畫給她知道你娘是甚麼樣子 她畫出來就行了 是呀, 我畫畫很厲害 你娘是甚麼樣子 我娘生得很漂亮 她小映上來也很溫柔 她的樣子好像仙女一樣 很像呀 跟我畫夢見到一個娘 真的一模一樣 冬瓜姐姐, 你很厲害 各位, 慢慢來吧 老公, 為什麼財伯會來我們住 是這樣的 因為店舖的事, 財伯沒有地方住 我就先叫財伯來家裡幫忙 是呀… 現在財伯和我一起在柴房睡 這兩位也是 這兩位是大伯的親戚 你不認識嗎? 她倆是有康仔死鬼娘的遠房親戚 剛剛在鄉下出來 你叫我冬瓜女就行了 我叫冬瓜仔 兩個都很精靈 一個眼睛碌碌, 一看就知道是聰明 我叫冬瓜仔 你看你, 黑白沾沾 又白又滑, 很漂亮 只顧著說不曉得我嗎? 來, 吃飯… 大家吃飯吧, 吃飯 大哥, 白癡雞我特意做的 夾雞腿給大嫂 二叔, 你真是有我心 你真是有我心的 大嫂, 你娘剛過世了 你這麼快就大魚大肉 好像於禮不合 你放心吧 我在我娘家已經守了七天 吃齋都守了七天 什麼孝也守夠了, 吃吧… 其實盡孝是講點心的 而且跟吃什麼沒什麼相關 又不是故意做給別人看 我只記得老爺去世的時候 我們手下手足三個月 是我不孝, 我不應該這麼快回來 我應該在娘家裡留久一點 但你明不明白我心裡很不舒服 我只顧著有大褲和小鴻 怕沒人照顧他們 就快走回來 你放心, 在田家裡 沒人敢說你半句不適 碧玉, 弄得大家這麼鬚興 為什麼才行 我沒胃口, 你們慢慢吃吧 我還以為你還在生我氣 我不像人家說這麼小器 對, 況且我要生氣也不是生氣你 其實大嫂也沒什麼 她這個人…她這個人 做個大食欄 好想吃飽了飯, 幫忙洗碗 大嫂一向都是這樣 我這麼幸運, 娶得一個好老婆 做好老婆很辛苦 我情願就像你大嫂一樣 做個大食欄, 多好 算了, 大哥大嫂分開了這麼久 給他們機會二人世界都很應該 算我說 她倆飽戀絲淫慾 相公, 不如我們… 好可怕… 好可怕… 糟了… 糟了… 糟了, 師父, 很晚了 為什麼你不回房間睡 總之我今晚不回家睡 糟了, 你倆都別睡了 今晚坐在這裡陪我聊天聊天光 聊天光 師父, 人家很快、很晚睡 你快點回房間睡覺吧 我吧 師父, 你老婆在等你 我不能跟她睡 我跟她睡就會很大事 為什麼 我是天上的神仙, 不是凡人 那個女人就當作她老公田大虎 她跟她老公田大虎沒見過這麼久 很自然看到她老公 當然想跟她老公田大虎, 就是我 行周公之禮 你們倆有沒有聽我說的 有, 行禮有什麼問題 不是, 也是師父你教的 禮多人不乖嘛 是呀 我不是告訴你 我是天上的神仙, 不是凡人 我就不可以跟她行禮一請禮 走了之後就等於凡色戒 我永世都回不上天庭了 這麼大的事? 那你以後也不准跟我走禮 是呀, 我們以後也不要跟對方走禮 我真的被你們兩個氣死 總之, 我就算不是為了回上天庭 我都不可以這麼做的 我這麼做, 真是對不起我的碗沙 糟了 你說怎麼跟這個女人解釋呢 難道我告訴她 我是神仙, 你不要碰我, 敢嗎 師父, 你只是不想跟父嫂同房 我有辦法 什麼辦法 你出去外面一會兒這麼大把 有沒有冬成這樣?外面又不是六月飛霜 是呀, 不知道為什麼 我打算出去休息一下 誰知道一出去, 撞一撞一撞一撞 撞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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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 吹得我連雞皮都起了 真可憐, 看看 是不是受傷了 不如我幫你找個大夫吧 不要… 我想我今晚還是出包棚的茅屋獨住 你病成這樣, 你還睡瓜棚嗎 是我們田家的祖傳秘方 阿爺教育, 如果你冷出 就一定要睡幾晚磨粉粥 這樣就會沒事了 你自己…不…不…很可憐 我…我會的…你快去睡吧 快去睡吧, 快去睡吧, 乖 幸好, 但我還以為今晚要跟那個臭人 要死我了, 要得我的生意費 舒芳生 那筆帳真的不行 那筆帳不對嗎 不是店舖的筆帳不對 是家裡的筆帳不行 那筆帳不行 現在你大嫂又回來了 整個屋子都是人 你說那筆帳怎麼算得了? 大嫂回來就好, 多一個人幫忙 多一個人幫忙, 那人呢? 大哥大嫂這麼久沒見 想見兩面也很應該 我們看也看他們感情好一點 難道好像以前那麼好嗎 三一小炒又一大炒 你這個大嫂沒有好大脅的 你看, 開店了一整天 你不要了, 單生意也沒有 是呀, 今天幹什麼呢? 整條街好像沒有人似的 三哥, 老婆 你們別走, 過來看看 我買了一些很漂亮的蝦乾 真香得不得了, 你聞一下 是呀, 真的很漂亮 不是買蝦毛蝦 蝦乾不對, 菜乾呢… 乾燥燥燥, 也不方好吃到哪兒 算了…給我兩瓶腐乳了 行, 沒問題 謝謝 慢著… 是不是買一送一 是呀 三姑, 你不是吧 我們只賺了雞稅這麼多 每個買一送一, 哪兒圍到皮 貴嫂子, 別說我說你 你今時今日這樣的服務態度 叫我怎麼光顧得來 就是呀, 福少在街頭開的新雜貨店 別說買穿符餘了 就算連買粒芝麻也能送 人家的貨又便宜過你又漂亮 還說什麼都不能送, 找鬼光顧你 說這麼多幹什麼?快點趕出入貨 不要 這麼有福, 開了一間雜貨店嗎 賣一送一, 要錢不要貨 有賣符手 賣一送一 賣一送一, 要錢不要貨 有賣符手, 慢慢來 賣一送一 賣一送一 是呀 一匹冬菇 開來兩匹冬菇 也是, 不如用兩匹 對呀, 兩匹冬菇才行 四匹才行 福少, 人山人海似的 好像不用錢一樣 爸爸 爸爸 小爺, 姐姐 你叫多少少爺營 快點, 入貨 待會街坊見到我沒有貨給他們 我還有面子嗎 快點, 快點, 小爺 福少, 你這條橋很棒 我告訴你, 一個月 只要一個月 田興隆一定會倒閉 二本商人 這次做什麼都報了 我吃腦子嘛 金老闆, 姐姐 你這個臭小子, 性懶了你嗎 貨幣便宜這麼賣 怎麼做生意的 我做金山也不夠你的事了 爹, 你聽我說的 你拿過來吧 我…我不買得這麼便宜 哪裡有這麼多客人 還有他們幫不幫襯也好 總之有人幫襯的話 我就會給他們這件事 這不是我們賭方的籌碼嗎 是呀, 爹, 你想想 每個人拿著我們賭方的籌碼 自不言心思思去賭回兩手 到時候有些錢 又放回我們的袋子裡, 是吧 這就是左袋出, 右袋入 玩手, 給他們賺回頭 這樣也被你們想到, 果然聰明 這就是有其父, 必有其子 難怪你們今天在武地震 能夠富甲一方 敢多虧威笑你大哥、元老爺 隨處避免 這就是官商勾結 官兵文化 總之你好不好, 大家好 耀祖兄 應聲兄 你怎麼買這麼多東西 街頭那邊開了一間新的雜貨店 還買一送一 我看這麼划算, 豈有少許貨店 你不是吧 買這麼多東西都不光顧我 現在真是田興隆 耀祖兄, 你也知道我的環境如何 難道有金收拾我不收拾嗎 看開一點吧 這麼搞的, 田興隆還有生意? 糟了, 還是多做幾件新發明 幫二家姐才行 你用腦子也要填飽的套才行 雙請就不如偶遇了 今晚我請吧 也好, 走吧 小玲, 監視忠耀祖的事 就靠殺你 只要你跟蹤他 相信一定會找到那個混蛋 小朋友, 你幹什麼? 先起來吧 你跌倒哪裡了? 娘呢?娘在哪裡? 兒子, 什麼事? 我剛才跌倒 跌倒哪裡了? 叫娘不要送來走的 謝謝你姑娘 不用 這次一定被小姐罵死了 你沒用 你連一個煩人也無法監視 你怎麼做妖? 對不起, 姐姐 姐姐, 你又幹什麼? 靠你, 不如靠我自己好過吧 你給我好好聽 從今天開始, 你替我看著那個傻子 我看著那個傻子 韓兒, 你看見什麼? 沒有 只是看著那條傻子在飄著飄著 是嗎?給我看 真的有這條傻子 三表哥, 你很聰明 你覺得這個神鏡有什麼要改進? 剛才那個鏡頭看出去的時候 覺得外面很暗 現在日光日霸都這麼暗 如果晚上的時候天都黑暗 就什麼都看不到 你知道了, 山賊好像要晚上出洞 所以我早就知道你會這麼說 我接下來下一步就是會研究 山賊晚上不能躲神鏡 到時候山賊就天又不能躲 夜又不能躲 只聽名字已經很厲害了 你打算怎麼做? 我要回去書房找個設計圖再研究一下 你有興趣一起看嗎? 好 好, 這樣走吧 好 姑娘, 待會兒出來餵你們走 好 終於康復了 再這樣看你的狼道 怎麼會變成人樣? 先吃點東西 糟了, 糟了 刀鬼頭在哪兒 糟了…不行了 不知道他現在在哪兒 快點找他 我們要吃點東西 好, 糟了 好, 那你怎麼回事 好, 糟了 你怎麼回事 我怎麼回事 好, 糟了 再看我的豬 你怎麼回事 好, 糟了 好, 糟了 我怎麼回事 好, 糟了 要走 好, 糟了 好, 糟了 各位, 很感謝大家來支持我們棋技團 今天我們棋技團有個很特別的表演 首先, 我想請幾位小朋友來幫忙 有哪位小朋友願意? 我… 來…手來 小朋友, 你們喜不喜歡吃功夫? 喜歡… 喜歡就對了 你是依照我剛才所說的去做, 知道嗎? 這個… 那就準備了 一、二、三 好厲害, 連我都不認識的 你當然不認識了, 如果你認識 早就被人捉上台表演了 不是嗎? 有點古怪, 普通一個人怎麼會噴菇 我說這個冬菇頭一定不是人 你這樣說真的… 就是說他跟我們一樣都是神仙嗎? 不是, 我覺得他是妖 妖? 妖 各位, 冬菇呢 大家平時就吃得多, 但你們有沒有試過 在那個冬菇奇人的頭上噴出來吃的 大力菇? 沒試過呢? 沒試過, 大家就要嘗嘗吧 菇真的能吃嗎? 磯仔強, 出來 各位, 你們看著吧 吃完這個冬菇之後 就連這個磯仔強也會變成大力強 來 大家看見沒有?還有更精彩的表演 來 吃完我這個神奇大力菇之後 有病, 癒病 沒有病就強身 就像磯仔強一樣 吃完之後就變成力大無窮 老公, 今天益佳坊 每隻大力菇都只賣十萬錢 九萬錢錢 老婆… 買一隻試試吧 什麼買一隻? 要買就買兩隻, 那我呢? 走吧 朱有榮, 你也買一隻吃吧 分分鐘吃完, 膽子也會大一點 倒是吧 走吧 你去哪裡? 我也想買大力菇吃 你不怕那些是妖菇嗎? 怕什麼, 每個人都來買 不怕, 來吧 我也想要大力菇 你也想要大力菇嗎? 是呀 沒問題, 十萬錢 十萬錢 沒問題 怎麼沒水呢? 你找一份嗎?怎麼沒水呢? 沒水? 沒水呀 給我拿一盆水來 關主的那盆是洗地水 洗地水不是水嗎? 你真是沒來死, 快點吧 快點 為什麼不同顏色呢? 怎麼樣… 為什麼菇不同顏色呢? 會不會有毒的? 怎麼會?這種七彩大力菇比剛才那種 你真幸運了 回去試試…你真是你 怎麼這麼幸運,我一淋水就淋出七彩大力菇 不知道是不是覺得這麼有效 試試就知道 怎麼樣?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好像有故事在肚子裡弄一弄一弄 是嗎? 現在還在升上來 不行,讓我試試 怎麼樣… 剛才你聽到嗎?好像有些怪聲 吃菇吃沒你嗎?難道牆壁就說痛了 出來玩這麼久,回去找師父吧 也好,回去找師父吧 你等我吃下去吧 你用不著這麼用力? 等我救了冬頭之後 一定回去好你的算帳 爬秋草,出來吧 你用不著摺得這麼小? 這是我的特性 有什麼風吹草動當然是得得時間摺 你怕青成這樣,怎麼會救冬頭? 我們什麼時候救他? 現在日光日白,怎麼會救他? 好,等天特再再算吧 拜託你不要經常捉蟲吃 你真的很噁心 你以為我的照片嗎?這些是天性嗎? 我這麼不喜歡,你敢不敢雙腳摺起來 就算我們找不到師父 不然也不用弄成這樣 每天都是我不好 如果我不是這麼愛吃 大家就不會弄成這樣 你不用這麼灰心 天無鑽人之路 鬼不知道嗎? 如果師父在這裡 他一定可以救回冬頭頭 否則不是,還會找到烏仔 烏龍王,你吃飽了嗎? 吃飽了我們就走了 對了,我們出來玩了這麼久 早上回去,不能寄師父就加火了 好心,你就不要胡說了 然後好的人不靈,臭雞靈 別多說了,我們走吧 幾位客君 走了? 是 是不是一兩四錢? 什麼?一兩四錢? 吃東西當然要付錢 你們吃了這麼多東西 我會收你們多了 一兩四錢呢? 錢是甚麼東西?我們沒有 不是,剛才一來也沒說要收錢 要不然我們就讓他吃這麼多東西 這幾隻奇靈怪 吃東西不給錢就這麼多話說 想不想我把你拘捕了?報官 報官? 人來呀,這隻奇靈怪吃霸王餐 是 給我打 給我打 你們走了,我怎麼去?抓住他 要不給錢? 救命… 不,我忘了刀骨頭 刀骨頭,你不用怕,沒事的 我來救你 你這把烏鴉嘴 說我沒事,我這次死定了 死定了 很冷… 你還敢吃的,不給錢 死定了 每天都不好,我這麼餵食 每天抓大家出去玩 冬菇頭就不會被人捉了 賣鬼了去什麼奇蹟團 做這種表演 最差勁連烏鴉嘴都不知去了哪裡 對了,烏鴉王 你剛才有沒有發覺冬菇頭的大力菇 越出越小顆,我怕他會有事 別說他,這把我變身的時候 我都覺得好像不太順暢 我也有這種感覺 我們會不會打回圓形 可能離開師父太久 我們的法力減弱了 我不用變回爬頭草 怎麼辦? 為今之計 我們今晚一定要救冬菇頭 然後找師父,看看有沒有辦法救我們 冬菇仔,你沒事吧 你瘋了五次,不怕嗎? 不是五次,是六次 我看過那些什麼七彩大力菇一定有毒 吃了不久,肚子就痛到現在 真是不回不屋到七彩了 不知道有沒有搞錯 我畢竟是神仙 怎麼會吃錯東西肚魔才行 如果那些是普通菇就說 但那些七彩菇是那個怪人噴出來的 有毒很奇怪嗎? 誰有此理 收了我的錢給我一些毒菇吃 不行,我一定要回去找那個班主算賬 來 不行…你讓我再去一次 第七次 你讓我再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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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個龍有把鎖鎖住了 怎麼辦? 有我變性龍在那裡 這條鎖匙就行了 好… 你說是不是沒有道理? 有… 我認識你們那些七彩大力菇 沒有大力也不僅 還要足足波了一整晚 是七次,我再七次,是七次 沒理由 是不是你虛筆仇補 其他人吃了也沒事 有些還吃過一層味 我不管 那你現在究竟是賠得不賠 你不賠我們去報官的 報官 賠… 最多賠多幾隻給你又怎麼說 跟著來… 算了,你會羨慕 進來… 那個冬菇頭呢? 為什麼會不見了? 那就真的要問你才知道 我騙你幹什麼 我明明所有的冬菇頭都在濃度 那個冬菇頭 我用了很多銀量買回來的 人來了… 刀過頭就走了 放他 那怎麼辦? 你有沒有看到? 看什麼?真的沒事 軟青龍 原來真的有妖怪 妖怪?你們兩個死是妖怪 跟他說這麼多幹什麼 抓住他,交給班主好過 你快點走 不用管我,走… 烏龍,你沒事吧? 沒事…快點走… 又多一隻妖怪? 還好,多點禮物的手 走 你們兩隻小狗精還不死? 厲害 真是多虧兩位 替我找回冬菇頭 和捉了這兩隻妖怪 我也不知道怎麼報答你們就好了 小意思而已,做人為法律之本 是啊… 事後不早了,我們走了 也好 那這三件事就交給你 好…謝謝… 對不起,我害了你 烈彩包 來,讓我幫你忙 大少奶,這些操作的事 不用你做了 我嚇什麼氣 大家是一家人 我是來的嘛 你幫了田家工作這麼久 我早就當你自己人了 謝謝 來…不要這麼辛苦 先休息一下 慢慢來,先坐下… 謝謝大帥 別客氣了 財伯,你已經幫了老爺很多年了吧 田家的事你就最清楚了吧 也可以這麼說 我十二歲就來了田興隆幫忙 不是十二歲 好像是十歲…那年應該是十一歲 多少歲都沒有相關 總之老爺最信得過的就是你 老爺在生的時候對我很好 是啊 就是這樣 老爺一定有把全家之寶放在哪裡 告訴你 全家之寶?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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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件這樣的事好像放在… 放在哪裡 那是神偉 神偉? 不是…我想到了 是,放在哪裡… 老爺他臨死之前交給二少奶 老爺他臨斷氣之前 他還抓著二少奶的手 我現在什麼都給你了 這樣… 二家嫂 老爺 老爺 你和阿桂 一定要好好地守住這間店 我一定會的,你放心吧 我… 是 還有,我們前家的家傳之寶 來加海恩王 最危急的時候 你們都沒有打開他 蔡伯,你後來忘記他們 把家傳之寶放在哪裡? 你想知道嗎 是啊,很想知道 你不如去問二少爺和二少爺 他們知道在哪兒放在哪兒 謝謝 原來我剛才收藏了 難怪我今早找到整間房間找不到 我多怕不見了 你這麼緊張,又不放好一點 我當然緊張,你知道裡面收藏了什麼 當然知道,你昨晚收藏後 又不放好它 對,我先替你保管住 今晚收藏後再給你 幸好我有一個又細心又好的老婆 走吧,你不勤勞做事 我還不給你一件心肝寶貝 不要 這樣嚇死人了 有隻大烏鷹 再這樣下去,真是不慌不怕烏鷹 誰要幹什麼 人家賣一送一 我們不可以什麼都不做 賣一送一就賣一送一 虧本也沒辦法了 現在最重要是引客回來 我已經賣一送一了,怎麼沒人來呢 可能時間更早 人家賣一送 老婆,你們是不是去買東西 進來看看 我們田兴龍今天賣一送一 對,賣一送一一送一大優位 對,前面看 貴谷貴嫂,賣一送一 這樣也叫大優位嗎? 賣一送一也不叫大優位 怎麼才叫大優位? 起碼像福南門一樣賣一送三 賣一送三? 什麼?你不見了那個翡翠戒指嗎? 是呀,戒指是我娘給我的 我今天早上去廚房打算洗碗 怕弄花了戒指,就脫下了 怎麼轉頭,沒了 你有沒有穩定一點 會不會是摔在耳邊,你見不到吧 我胖胖胖都找過了 如果我真的不見了戒指 我真的怎麼對得起我娘真 娘,我對不起你,娘 你別害了… 你說在家裡不見了 你就放心,又不是被賊偷了 一定會找得回 最糟糕,我擔心房子有人手腳不乾淨 你這麼說什麼意思? 娘… 別走… 起來…都叫你別害了 自己人也這麼說 你聽過什麼叫財迷心肖沒有? 我說十成十就有人見到戒指值回我的錢 那他就…背了 那你又會見到誰背了? 我見到水鬼找你 你別這麼用力 不過我想到一點點東西 想到什麼一點點呢? 阿貴的老婆 我要你聽我說,我已經想過了 今天早上除了我之外 只有他一個進廚房 不是他坐誰 不會吧?那個鐵咀雞噁噁噁噁 但是橫仔店看,他不像是偷東西 你真好笑,真是偷偷看的嗎? 有的,賊樣賊樣 好了…當他不是有心偷 他又很好心 看見戒指替我收拾好了,還放好 還行嗎? 那有可能嗎? 那就行了,你幫我去房間找吧 不行,入民房間讓阿貴知道 也不知道怎麼想 看看而已,他兩夫妻不在 你不說,我不說,誰知道? 不太好 阿貴,你真要幫我找出來 不然我怎能推得住我娘,阿貴 你別跪在這裡… 阿貴… 阿貴,你關事幹什麼?先起來起來 阿貴,我們要找吧,快點找 來 我幫你外面看水,你努力幫我找 找到你,把你疼死了 快點 怎麼樣?有沒有? 不見,真的沒有 你去那邊,雪櫃那邊… 怎麼樣?有沒有錦盒在這裡? 錦盒,你怎麼知道是錦盒? 是女人都喜歡把貴重物放在錦盒裡 猜到猜到了 你又在這裡幹什麼? 你們不幫忙,怎麼這麼早回來? 今天店裡沒什麼事做 所以早點回來 是呀 走開 你在我的房間幹什麼? 這次還不人裝病? 你怎麼這麼早? 你真聰明 你想要賣房子嗎? 我間碼 你還不給我 你真聰明 要求我嗎? 我將不准 你不可以 你不進來 我會不會覺得我 你不覺得你真聰明 甚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